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永昌 何须人也 扎小刀抱着肩膀 打亮着眼前这名叫做曹永昌的小孩子 一身剪贴合体的布衫 棉花穴得很厚 青涩的万字头巾 他被两个来历不明的人掳来 神色却镇定自若 只是 偶尔攥紧的拳头 显示出他内心不是那么平静 所以 你让我 扎小刀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他按在马背上的孩子 李妍点头 扎小刀一声对李妍说 有路影应当就查不太多了 路上带这么个孩子 起码耽误十天半月 难道去龙虎山摇带着他走 而且这么大点孩子 说漏了嘴不是更麻烦 在扎小刀想来 怎么说李妍也是官身 身上带着辽东总兵的手印和带兵洗手 有他给扎小刀撑腰 又有死鬼这份路影在 这周马劳顿的年头 谁敢说自己的身份有问题 但是 李妍看了那孩子 还是摇头 但放他去官府报官也是麻烦 这冰天雪地的 你叫他去到哪儿去 这小孩机敏 判断力也很强 吃食物的 不碍事 他可没有压低声音 曹永昌听得一清二楚 可是 扎小刀还是犹豫 没料想这孩子眼珠咕噜噜一转 自己却跳下了马背 冲李妍和扎小刀深深的失礼 二位是兵是匪 是神是鬼 永昌半句也不过问 只求二位大爷安造了我那位亲叔叔 死后缘由 永昌全凭二人吩咐 扎小刀见状 心里也缓和了一下 暗地里给着曹姓小孩竖了个大拇指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能说出这样一番话 实在不容易 李妍心中倒是一奇 他初见这小孩的时候 正是他生死存亡之计 这孩子敢把自己埋进死人堆里 手提尖刀 眼里萧华斗狠之意几乎涌出来 绝不是害怕硬撑 要不是他穿着和马贼截然不同 又老早躲在尸堆里 李妍都有顺手宰了他的心思 可这曹姓小孩 这时候却又变得功顺纯良 一去安葬叔叔更能让人心生好感 分明是个有诚服的 想到这些 李妍的眼光自然落在曹永昌身上 惊得他心中打了个吐 李妍笑了笑 一拍扎小刀的肩膀 说了句 走吧 埋人 三人一马顺着雪地的印子往回走 曹永昌被李妍拽上马 走得急 如今故地重游 他先不去查看自己叔叔的尸体 而是去瞅那些凶残马贼的下场 尽管李妍没怎么用心 只是骑在马上来回砍了几件 十几个马贼却各个死相惨烈 身上的巨大伤口 看得人不寒而栗 那曹永昌看了看尸体 又看了一眼李妍 暗地里呲牙咧嘴 收拾了马车旁遭捷旅客的尸体 扎小刀也从尸体上扒下一身布袍给自己换上 一边骂自己也是糊涂 早知道没有人土安排身份 花一百块钱网购一身古装 给什么不抢啊 李妍好赖地看了看这些死尸的穿着打扮 一个赶车的马夫 一对包裹里全是细服的幽灵 一个满脸落伞胡子 看不出营生的壮汉 还有就是曹永昌的叔叔 一个被马贼拧断了脖子的瘦肉中年男子 你叔叔叫什么 李妍不经意地问 哦 郑生 曹郑生 在通州 看烟烟铺子的 李妍从尸体的衣服上找到一本账布 的确有烟草记录 他如今嗅觉非凡 更能从死尸的指甲缝里 闻出一些烟草气 暗自点了点头 只是录影上却没有写明主人的名字 这让李妍有些意外 这几具尸体 三人忙了没多会儿就刨坑下葬了 主要是李渣二人的动作迅捷不向凡人 曹信小孩看在眼里 目光又是闪烁 李妍低头看了一眼土包 又突然抬起头 你说话怎么是扬州口音 曹永昌不慌不忙 我自幼在扬州长大 父亲亡故之后 才投奔远在通州做生意的叔叔 这么说 你家里没人了 曹永昌欺欺然地摇了摇头 你多大 十三 我二人是差官 只是事权从极 要用你叔叔的路影 细节你不要过问 你一个小孩子 在这儿保不起让狼叼了去 跟我们走一趟 等完了事 我把你送回通州 曹永昌千恩万谢之后 又试探着问 二位大爷 我也随我叔叔走过南北 如今又不是洪雾年间了 想进城的话 这路影哪还有人查看 其实 我们要去广宁卫 那是军事重镇 莫说进城 便是碰上巡查也要路影 曹永昌嗷了一声 看不出什么 三人定好说辞 为索政府李延在复命途中 从马贼手上救下曹氏叔侄两人 这二位要从辽佐去广宁卫收账 便托付李延一起 是夜李延照顾曹永昌 给他生了一堆篝火 便靠着一棵树干沉沉睡去 扎小刀也差不太多 曹永昌连连撑谢 在篝火前睡了 一直到深夜 李扎两个人睡眠习惯都很好 从不打呼噜 哪怕是看正脸 一般人也不敢断定 这两人是睡熟了 夜色粘稠 曹永昌辗转反侧一阵子 猛地睁开了眼 他双眉紧皱缓缓地坐了起来 踢趴地勾火 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从陆皮靴子里抽出牛耳刀 攥在手里 一点一点地站立起来 刀尖对着李延 脚步却慢慢后退 一步 两步 曹永昌一个转身 把腿要走 哪去 枕在树干上的李延 睁开一只眼 梦中的扎小刀 重重地叹口气 冲李延一摆手 翻身又睡了 李延知道扎的意思 你让这小子走呗 咱也赏心 他跑了又能把咱怎么着啊 可李延却觉得 这小子着实有趣 而且 曹永昌这个名字 李延觉得耳熟 他还真不想 就这么把这个小孩给放了 曹永昌 谁呢这是 小孩站定 两道眉毛都立起来了 背对李延的脸上 全是凶悍和油滑 只是语气半点不鲜 还是平淡中 带点刚睡醒的迷糊 嗯 撒尿 去吧 记得回来 李延笑着说 喂 曹永昌不傻 这里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的 人家马有四条腿 自己跑不了多远 没一会儿 也就老老实实的 回来睡觉了 一路无话 曹永昌几次想逃走 都被李延不着痕迹的 揪了回来 终于 三人一马 到了广宁卫城关前头 守门关 恭恭敬敬的 给李延递回来守应 有兵丁影着 政府大人 李总兵等您多时了 李延点点头 冲扎小刀 使了个眼色 往前走去 城关外的队伍排的不长 李延后面 就是老神在在的扎小刀 和神色不安的曹永昌 叔指两人了 有鹿影在 守城关 也没有难为两人 只是在曹永昌的脸上 扫了一圈 便不再理会 只是 李延牵马走了没几步 就听见身后那名守城关 猛的一回头 大喊一声 小孩先别走 李延一回头 那曹永昌个头不高 却窜起来 一脚踢在身边 一名冰冰冰的裤裆上 最终骂道 小你轻爹 紧跟着 一个要子翻身 先倒下了一辆柴车 往城里喧嚣的人群冲去 抓逃犯 守城关 大喊一声 也不知道哪里刮了一阵风 一张通缉令捂在空中 李延一把攥在手里 上面写着 曹永昌 扬州于西镇人 年少 旷汉无赖 当些泄斗 殴死人命 特发海捕文书 李延眨了眨眼 非但不惊 却乐了 他终于想起来 这曹永昌 是何方神圣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 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